好美喔 妳看她的膚色配上白色的禮服 她穿黑白都很好 她金鐘的時候是穿全黑 她這次穿全白 就是那種很有個性的女孩 然後展現女人的美麗 旁邊是納豆 她的禮服 真理的禮服是林立 很好 我要講的很好是她的長度 剛剛好 然後她的腰線的地方也剛剛好 有這種衣服妳坐太長 或太高就會顯得上身的比例 失衡 而且她那個穿字腹肌好嫩 她跟楊千佩站在一起 對 而且她的頭髮很簡單 但是有今年的元素 就中分也要構築 她的珠寶是不瘦的珠寶 好漂亮 可是我在現場 我看不到她的正面 她佩戴的珠寶 我覺得不會繁複 跟她的衣服的線條的搭配很好 雖然說亮度很高 但不會讓人家覺得雜亂 我覺得這是紅毯上面 搭配珠寶很重要的一個 哲學 她的那個 她那個項鍊就這樣一排轉 有點類似像 有點快搖 快搖就是繞在頸部的線條 很美 我現在看到她 正面中 好美 好像爸爸要女兒出嫁 對 漂亮 好漂亮 頭髮也真的很漂亮 溫柴的一個經驗 她那個項鍊的亮度真的很夠 但是卻又不會讓衣服的那種質感跑掉 有些人戴了珠寶 就會覺得你衣服的質感就不見了 所以幫她的臉打光是不是 好美 尤其她的膚色穿白 白色 好美 而且白色禮服真的很小心就是說 很容易看出質感 對 很容易看出你的工藝 布料好不好 所以 其實溫申嶺今年有入圍 女配角 大家覺得她強勢問鼎 很有機會 因為她裡面演一個妓女 然後跟范少勳 前幾年的金馬獎新演員得主 有激情的一些對戲 她甚至在裡面掀胸部給大家看 被扯內褲 演到很犧牲的演出 讓大家覺得說 印象很深刻 在不想一個人裡面 問題機率滿大 有可能串出來就是她得獎 而且她今天的妝 你會看到 我們常常在節目上跟大家講說 要放大眼睛 不要猛化上眼皮 你看她其實是把下眼皮做放大的 眼色的強調 所以不會覺得是濃妝 但是眼睛的輪廓卻變大 這是新積妝嗎 而且你看她的眼線什麼的 並不會太誇張 整個人看起來很乾淨 但五官不會不見 請給我�心 我會有人想要 光臨 偶 酷 我會